中人人壽香港超級聯賽 這場球是大埔運動場 這隊是主隊大埔 迎戰遠道而來的冠中藍區 兩支球隊在賽前分別在聯賽榜牌第三和第四 其實他們分數是一樣,共得9分 上半場開球的初段 曾經希望大埔先發制人 但繼後大埔的表現被冠中藍區壓下來 第一個很漂亮的射門就是來自肥鵬的史蒂芬 彭麗娜這個冷戰幾乎收死了謝家榮 幸好他剛剛托起球大埔還可以回身 接下來還有一個漂亮的 更漂亮一點,肥鵬又是你 肥鵬這個車身掛射 竟然可以這麼行 但是差一點運氣 結果這個球雖然嘉榮搞你不行 但門柱搞定你 有幸運之誠之助 令大埔在兩個險境之下都能夠安然度過 而上半場最有表現的就是來了 史蒂芬彭麗娜 可惜未能夠替客隊 冠中藍區拿到領前的優勢 這場球大家的廣隊球員都歸了他的 所以在人手的調動上面是更加充裕的 有一個機會 冠中藍區可以偷計打開紀錄 但是可惜沒有辦法可以把球擺到入網 亦都沒有辦法可以拿到領前的優勢 其實這個入球的足夠已經很足夠了 衝到龍門口可惜就跳高槽 做了墨州 這個球擺帶也是一個機會 但是有些不幸運就是跟陳奧軒兩個重疊在一起 我要推開軒仔才能夠有機會射 結果射到網側 不過你亦都看到這場球 其實冠中藍區的球員 他們那個爭勝的心是很強的 比賽的態度很積極的 好了 接下來 一人一段 這個冠中藍區功利不死之後就出了事了 在禁區裏面 這個射門原來是省到手 川賴浩泰被球證搬佛了一個十二碼 竟然被吳偉謙撲到 真厲害 馬高斯山道士的十二碼射得不頑 但是難得吳偉謙神勇的演出 但是這個玻璃撲走之後 隨即出現的一個界外球 就替大埔補上了 當時都看到遠處有李家瑤 守住冠中藍區的美處 但是那個球剛剛在頭頂上飛過之而 還有後面入球的陳兆君 說來頂出一個金行金種的球 在下半場的25分鐘 大埔取得領前的優勢 之前有兩場聯賽 都是憑著陳兆君的入球奠定性局 贏1比0 今天似乎好像又見到 這條方程式再次有機會出現 來到最後的階段 最後的20分鐘的比賽 其實冠中藍區的確是按著大埔來打的 亦都換入了高大的羅北奧道 這個球他接應死球 幾乎替隊友製造到機會 但是過不了這個神勇的門章 謝家榮 給他反應快之下 又把球拍出來 之後高盈智 亦都瞞謝家榮 以為他有站錯位 把球速回到近 但是家榮 及時移過來 因為球速不夠勁 壓住來打的冠中藍區 還能找到多一次機會 這個球是艾華的勁抽 可能就是因為球隊 當時太急雨去攀平 所以在咬牙區去抽的時候 艾華還反而抽高了 浪費了一個機會之下 結果最後六分鐘的保時 都頂過了 最後一腳 把球踢出界之後 球精吹雞圓場 大埔在自己的主場 全奪三分 哇 堅Sir 我這條方程式 萬事萬靈 陳兆君 今季第三次射入 奠定勝局的入球 替主隊的大埔 今季在聯賽 繼續保持勝利之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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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